穿着草鞋 戴着草帽 背着几十斤重的茶包 手上竹一根铁制蹲拐子 或走在崇山峻岭之间 或顶着风雪步履蹒跚 四川茶农朱衡冰化身茶马古道上的贝尔哥 近年来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740多万点赞 近40万粉丝关注了他 朱衡冰所在的雅安市迎津县 是历史上南路边茶重镇和茶马古道重要节点 因当地雨雾天多 茶马古道上道路湿滑且艰险 牛马行走不便 这段运输不得不依靠人力 那些在古道上背着上百斤茶叶谋生的悲夫们 被当地人称为贝尔哥 而贝尔哥在20世纪50年代 随着川藏公路通车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朱衡冰近年51岁 早年是一位跑山人 专门在雅安当地的山里寻找 收购中药材 2010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银金县一座山上许多老茶树疏于管理 于是决定承包 从此走上了茶路 我昨天是茶山 它有200多梦 其实的话 我以前的话 其实我是做药材的 最后就想说 我要包一批山来做药材 做药材基地 所以就把这批茶山包起来 原来准备种药材 但你把这原来老茶树砍掉的时候 它长起来发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改行了 就从药材行的 就改到茶行里头来了 跨行做茶并不顺利 工艺 销售 茶园管理等问题让朱恒斌很恼火 压力大时 他选择在山里走走 就这样与茶马古道相遇 位于迎经县境内的大香岭茶马古道 是穿葬茶马古道迄今保存较完好的一段 古道的石板上有贝尔哥们 今年累月用蹲拐子储出的拐子窝 朱恒斌说 在茶马古道听了很多贝尔哥的故事 自己被他们惊人的任性和耐力所折服 所以换上贝尔哥行头 除了在线他们的昔日形象 更重要鼓励自己坚持向前 这就是宝贝尔哥用的拐子 走路的时候 它是撑到你身体的 写起的时候的话 拿到后撑紧就写起了 所以这拐子就是流动了写起它 这个是要寒瓜子 是寒寒的 算寒瓜子的这根顺顺 它要千斤顺 它是把我平衡的 这拐子草害 在茶马古道上的话 它是走来一双要换一双 所以的话只要整理去到贝尔哥 这块是水服 是贝尔哥车水用的 从2020年开始扮成贝尔哥 朱恒斌花了四个多月时间 重走茶马古道 他沿途拍下自己的视频 上传至短视频平台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友 在朱恒斌看来 网友的评论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自己在路上得到了什么 一步一步负重走完古道 他对那段历史了解更深了 网友他们很喜欢的就是我在茶马古道 北极茶宝子在那个冰天雪地暴风周围里面 我那样去行走 以前好像说流量切得很好 其实我真正要做的 我要传递给我的网友们 我的粉丝们 是这个千年的茶马古道上 他告诉我们一些生活的道理 我觉得我走茶马古道 我实际上让我的粉丝 让他们自己觉得他实地 也迫不来去坚信自己的生活 在朱恒斌眼里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历史文化古道 更是老祖宗留给子孙后代的人生之路 他也决定未来继续重走古道 把还没有探索清楚的道路探索清楚 并采集坐标 做成路线图分享出来 我走这几年了 我虽然说拍了我那么多视频 只要留下来就应该把这些领域的视频 通过这种险路的形式把它连接起来 让更多人他能够跟这关系统了解我们这条茶马古道 所以我今年的话 我要做的就是能把我拍视频的每个点位的坐标 把它采集下来 当时没有把它探索清楚 就是把它探索清楚 把这个系统的网络做下来 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我就说这才是有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